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5月19日文章 原题 为什么中国游客冷落澳大利亚中国开放边界4个月后 澳大利亚的机场并没有迎来蜂拥而至的中国游客 中国在今年3月份扩大了公民出境团队游试点国家名单 新增了40个国家 澳大利亚却仍然不在这份名单上 澳大利亚的旅行社和旅游运营商都在期盼澳大利亚能够加入到这份名单中 旅游行业员指望出手阔绝的中国游客会成群结队地回到澳大利亚 可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如今负号的中国游客与疫情前相比仍然少很多 今年3月份只有约2.6万名中国短期游客负号 而在2019年同期这个数字是12.4万人 即便在今年的春节假期里 到澳大利亚旅游的中国游客也只有约4万人 中国曾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旅游客源市场 而今年3月份已经下滑到第6位 少于新西兰 英国 美国 印度和新加坡 当然还是有一些游客愿意到澳大利亚来报考拉看海诗 两国外交关系和一些负面报道对他们的影响不大 但大部分中国人更倾向于国内旅游 全球旅游业都在期望市场能够逐渐恢复 随着航班运力提升 人们将重新选择长途旅行 澳大利亚旅游局预测 到2026年中国游客人数将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目前中国人的出境由目的地首选还是邻近国家 大部分出境由游客飞往泰国 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澳大利亚虽然几乎处在同一时区 但在中国人看来还是太远了 更何况澳大利亚还有签证难办的问题 据相关旅游机构称 边界开放以来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拒签了很多人的旅游签证申请 高航的旅行成本 短缺的航班 昂贵的机票 以及缺乏会说中文的导游 这些综合因素导致澳大利亚游在中国热不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